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片段里面看到这种花胶 就是野生咸水金龙套 你看到它比较扁身 和平时比较多的非洲花胶桶 有些不同 没有撑开 这些就是17口野生咸水金龙套 你看到它好像不太厚 但其实发出来效果挺好的 大家发完之后就可以看到 野生金龙套浸发的过程 和传统的花胶 都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准备一煲滚水 水滚的时候 就慢慢将花胶放进煲 等它一会儿 水再滚起的时候 我们就关火 盖上盖 焗它一个隔夜 第二天就看到效果 经过一个晚上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花胶发出来 是怎样的样子 你看到它折起了 挺有趣 其实是因为这些花胶 通常一长 就会很容易卷曲 摘起来的 你看到这种花胶 发起来 整个都会均匀 就算尾巴也不会薄到一张纸 跟一个前臂差不多长 发起座 看多一只 这种花胶 你砌得清楚一点 它人字纹比较深刻一点 还有头部 也不会很难的 整个都会均匀 不会有很多鱼血 可以卷起来 这些纹路很深刻 有油印度的花胶 煮的时候 受到火 也能煮得 口感好一点 底面一样漂亮 这里有17只 一斤 看到效果就是这样 这么样的 那